1Note的群組功能與班級概念相同 可以讓您與同學有更多互動的機會 更能透過學習統計 了解同學的學習差異 提升學習成效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如何建立新的群組 進入群組功能後 選按建立 輸入您的群組名稱 群組建立後 預設屬於私人群組 如果您想要設為公開群組 可以選按設定 按下私人群組 即可設為公開群組 您也可以在這裡 進行群組名稱的修正 設定完成後 按下儲存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將課程設為公開 避免外界的干擾 您可以透過產生代碼的方式 讓知道代碼的同學 可以加入您的群組中 按下產生代碼後 系統會自動產生六位數的號碼 若您覺得這六位數不適合 可以再選按一次 按下重設代碼 就能產生另外一組六位數的代碼 將群組代碼告知同學後 同學可以進入群組功能 選按加入 將課程代碼貼入 按下加入 這樣就能加入您的班級群組中 在老師的班級群組頁面中 您可以透過成員 知道目前有哪些同學已經加入 在班級群組中 您可以先透過檔案 連結的功能 將班級上常用到的相關檔案 相關連結加入 方便同學進行下載與瀏覽 選按檔案 您可以透過 Google 雲端硬碟上的檔案 Draw box 或是已經在其他群組中建立好的檔案 直接複製過來 選按檔案後 按下選取 就能加入 接著來看連結的部分 將要加入的網站網址貼入 按下鍵盤上的 Enter 系統會自動幫您截取網頁的標題 如果沒有成功 您可以選按編輯 自行修改網頁的名稱 完成後按下儲存 也可以透過複製的方式 將其他群組中已經建立好的連結 勾選起來 勾選起來 按下加入 這樣就能更快整理完成 按下按下 按下 祝你好 這位 請問 我知道